明慈光列科技有限公司 大家好 我們是明慈光列科技有限公司 我們主要是幫客戶協助安建電光系統 然後我們目前四方已經有兩個暗場 第一暗場跟第二暗場 分別是300k瓦跟199 我們主要是替客戶創造額外的收入 然後我們的太陽能板是有抗颱風耐震的設計 然後可以增加我們屋頂的壽命 然後可以遮陽隔熱降溫 然後再生能源減碳 另外還有提供我們完整的服務 在雲端手機上都可以機師操控 知道我們太陽能板的發電狀況 然後我們還有賣一些設備 像是冷凍筒 風扇或者是有關機器 吸奶設備的 您好 我們是糖盒公司 我們主要算是設備代理商 我們有主要收售是Hiyoki的電力品質 這是一個日本品牌的電力品質的分析儀器 還有另外一個Lacoy的Fria紅外線熱影像儀 它主要是測溫度的 那這個也可以直接來做溫度的拍攝 我們算是有這些設備都可以找我們 那這些設備可以檢測可能一些配電盤的溫度過於消耗 而導致浪費電的部分 所以這些節能的部分 也是可以用到我們電力品質跟溫度品質來做測量 來做到達到節電的一個效果 這是一些勾錶電錶的部分 那也可以直接檢測電力的狀態 來達到節能的效果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鷹盛潔能Pump的製造商 我們鷹盛有兩個產品 一個是耐酸鹼的塑料Pump 一個是金屬的高效率的潔能Pump 那耐酸鹼的潔能Pump 它是屬於用在一個化學的製程 比如說它用在 鹽酸、硫酸、硝酸、氫浮酸的這些製程 都屬於這種比較高複實性的一個產品 我們都可以用在這些高複實性高漢鹼的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的耐酸鹼的Pump 那另外一個高效率的金屬Pump 它是用在我們的冰水系統、冷卻系統 包括我們的公用系統 都可以用到我們的高效率節能Pump 那我們有幾個大項的保證 就是我們的節能都可以從最低的15%到58% 這是我們的鷹盛的節能保證率 另外我們保證兩年的回收 接受第三方的一個測試驗證的單位 來接受一個驗證 那我們以下有幾個時機 就是我們透過改善前後、改善前跟改善後的一個測試 經過這樣的測試提供給客戶一個更好的節能率 提節電量 這個是我們醫生可以提供的 那接下來我們一個節能的一個時機 就是在我們的工業、工部門的產業 我們的嘉義縣政府它的一個節能的時機 那我們再來就是一個火力發電廠 那個台達的新達發電廠 那個火力發電廠 它是從每小時的8300噸提升到每小時的11000噸 在它的馬達的不便的情況之下 我們提供這樣的一個高效率的產能給它 這是我們的鷹盛的一個節能的一個時機 而且我們具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提供給客戶 世界No.1 各位大家好 本人代表寶俊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來這次的講解 首先寶俊從事LED的規劃設計 只能一條龍的服務 登具的設計、研發、製造及規劃安裝 整個一條龍服務 那我們的產品全部都有經過這個CNS認證 及取得BSMI及節能標章的認證 那我們現在的趨勢呢 只要換雙層LED 節能率最少50%以上的節能率 那我們每節一度電 就減少碳排放0.4公斤 那相對呢 那我們所有的產品 所有產品都符合CNS國家的認證 那包含現在最先進的一些產品 配合智能的控制 那像我們的哥哥可以來做到遙控 來做到時序排程 還有調光等各項的功能 以上包含閉 你好 我是鴻鳴能源科技 我們專做能源的節能改善 以及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過去都是單一功能 現在我們把它做成系統整合 冷熱回收 尤其我們熱太多了 都往外排 我們把它熱回收 所以只要是空調產生的熱 我們可以回收 變成熱水 那這個可以去做那個熱回收 空壓也是一樣 一樣做熱回收 那麼所以呢 系統可以把它整合起來 在建築物裡面有熱水照明 以及排水冷氣空調熱回收 把它統合成一個系統 那這樣的話我們回收的效率會更高 我們系統才可以達到高效率 所以我們從事的就是 加熱減熱這個部分 以及系統的監控 所以我們常講說 我們是給你熱水 給你冷 給你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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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好我們是金石科技 那我們在短短七年的時間 品牌客戶累積了350戶 那全台的企業電號 我們累積900多戶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大家都知道要節能省電 而且大家都想節能省電 可是關鍵在於我到底怎麼省 怎麼開始 從什麼設備下手 而且到底成本要投資多少 那找到我們這些都不用擔心 我們給客戶的保證方案 也就是省不到我們保證倒賠 合約載明的人清楚 那所以客戶只要交給我們一張電費單 我們做好完成的評估 包含廠刊了之後 提供給客戶兩種方案 客戶選擇高效益的 他等於說他自己出資 或者是 那客戶想要選擇免出資方案 全部交給我們 那我們基本上 保證節能10%以上 省不到我們倒賠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那個園移科技有限公司 那我們就是 主要是做 產物電力方面的 節能的儀器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 主要的部分就是 超音波氣體洩漏 跟全聲波氣體洩漏的部分 主要是 在產物端的任何氣體的洩漏 不管正壓負壓 真空的洩漏 包含法體管道內的洩漏 局部方電的檢測的部分 他都可以找到我們氣體洩漏的來源 包含氣體洩漏的位置 還有幫你換算氣體洩漏的價格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今天也有帶這個 紅外熱顯像儀 也有去做就是電力品質方面 就是熱能的改善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工業內實境的部分 就是主要就是 也是做那個就是 產物端的一些節能 裡面內部有一些原件損害部分 可以升進去裡面去做看的部分 那像我們的氣體洩漏的部分 他也有包含就是 就是壓縮空氣 還有一些髮廊接頭 或是氮氣的洩漏 就是任何氣體洩漏都可以偵測 大家好 我們是高錢機械股份有些公司 台灣電價於這個月宣布 用電大戶最高會調整15% 如人節能減碳是 現今的企業所需面臨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 本公司的主力產品 熱回收吸壓縮空氣吸入式乾燥機 人回收空壓機的廢熱回收利用 來托付我們的壓縮空氣裡面的水氣 達到節能減碳一個高效應的目標 也達到節能人員局104年的一個要求 耗電達節省25%以上 那近年來人員局針對用電大戶 要達成每能節省1%的一個節能目標 本公司的排水器能達到自動排水不排氣 輕鬆達到節能1%的一個節能目標 更能為我們企業達到節省可觀的一個電費 你好 上進變頻專業變頻器製造40年 那近20年專門針對設備 你設備整個要大幅度的太舊換新相對成本高 我們提供了更優惠的方式 直接導入變頻節能模組 針對空調、空壓、紡織、搖曳、塑膠等等的產業 只要是10馬力以上還沒有變頻器的設備 都歡迎來討論看看 如何導入變頻 並且爭取政府最大補助 最多的一個補助預算 那一般來講可以節能率大概在30%到60%以上 各類型設備我們都可以去做一個討論 不管是工廠、非工廠、科技廠、傳統產業 或者是服務業等等的 都是我們的一個服務範疇 那只要在網路上搜尋上鏡 你可以看到將近30類不同的節能工程影片 供你參考去瞭解我們到底能做什麼 已經做了什麼 並且可以為你接下來執行一些什麼節能方案 以上 謝謝